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盡雨 今天是2023年7月8日 星期六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今早上各大的最新消息 首先討論治安情況 不要以為坐公園就很安全 有個伯伯坐公園都遇劫 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討論 令B商有個怪的男子拿著Tesla撞到人後下車 然後說願意賠錢 又答了 說那條街他看 結果這個人竟然輸了 不過下場就慘了 整個過程如何 和各位一起討論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淨雨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伯伯晚上坐在上海街公園遇劫 不見了近3000元財物 警方追緝賊人 報導的內文提到油麻地發生劫案 昨晚11點20分左右 有個70多歲的伯伯坐在油麻地上海街公園裏 突然被多名南亞裔的男子用拳頭嘔打 搶走銀包 裡面有約摩900元現金 和他價值2000元的電話亦被搶走 伯伯額頭拆損 街坊代為報警 救護員抵達將他送往廣華醫院治理 警員在附近嘗試兜接犯案人士 不過暫時未有發現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突然遭到多名南亞裔的男子拳頭嘔打搶銀包 銀包900元 另外電話也不見了 這個70多歲的伯伯 之後去了廣華醫院治理 暫時未有人被捕 各位老友記者多加小心 另外也說說這件怪物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尖沙咀Tesla的電動車 撞到兩部的士再撞薄 司機曾經達到願意賠錢 他這樣說 就說這條街我看的 怎料上車就馬上走 然後就鬆人 怎料是再撞車 報導內文就提到 一句這條街我看的 今天 7月8日凌晨4時 有一部Tesla的電動車 沿沙咀 加拿分道行駛 又轉入金巴尼道過後停在路中間 一輛的士從後洗字 想不到Tesla突然行駛 司機閃避不及相撞 左邊泵把損毀 Tesla的司機下車 之後表示願意賠錢 並叫的士司機先行退車 根據姓周的的士司機憶述 當時他下車查看 Tesla的司機笑笑口踏肩頭聲稱 這條街我看的 並願意賠償1000元 整車費 他不知道有景觀 於是把的士駛在一邊 但是Tesla的司機上車過後 竟然是絕塵離去 即是走路 然後又失控 撞到另一部混能的的士 到約500米外的 柯士顛道148號對開 自己炒車撞薄 Tesla的司機 連輛車都不要 馬上離開 警員到場調查 揭發混能的士司機 因為欠交罰款正被通緝 於是將他帶回警署調查 令邊商再追輯Tesla的電動車司機 姓周的司機對Tesla的電動車司機 走數仍然氣憤不平 就說 哪有人為1000元走數 亦說搞到很嚴重 他指自己駕駛的士十幾年 都未遇過同類的事件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相當複雜 案中有案 首先這個人撞到人 落車少少口說賠錢 怎知上車走了 再撞到另一部的士 然後再自己炒車 炒車怎麼辦 於是就走了 結果竟然揭發 第二輛被他撞的士 欠交罰款 無辜辜的士司機 要回警署協助調查 令B商的Tesla的電動車司機 至今都未落網 不過那部車就留在現場 死未 連車也不要 很快找到你 說這條街我看的 不說不知以為30年前 90年代才會這樣說 相關的士司機很慨嘆 說1000元你也走數 另外亦說這宗商人案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灣仔單位業主 遭到裝修工人用木棍 吐傷 口角變成動手 頭部披血送丸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灣仔發生爭執傷人案件 警方接報 今天7月8日凌晨1時 一名男子遭到裝修工人持木棍吐傷 頭部流血報警 警員到場將裝修工人拘捕 帶返警署 受傷男子頭部流血 送律敦治醫院治理 現場消息說 雙者是洛克道533號一個單位的業主 單位本來是一間美容院 近日遷出過後 業主打算翻身 再出租 於是聘請裝修工人 清理雜物和裝修內部 今天凌晨時分 兩人在單位樓下的行人道 掙扎起來 繼而有人當場掙扎木棍 再傷人 現場留下一攤清晰 可見的血花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怪民一則 業主遭到裝修工人用木棍吐傷 也挺傷害的 現場是流血的 即那人頭部流血 究竟是為何 據報應該 在單位下面的行人道爭執 未知內情 估計和裝修工程有關 可能是太久了 未完成 不過時間也相當奇怪 說的是凌晨時分 至於內情如何 還要有待了解 另外也提及這宗消息 荃灣的美橫街爆水管 黃泥水 沙石等等 湧上地面 來自HK01的報導 今天7月8日早上約摩7時半 警方接報 說荃灣西樓角路與美橫街交界 近港鐵荃灣站爆水管 影響範圍約摩10米乘10米 路上有一處5米乘5米的路面凸起 湧出黃泥水 交通警員到場指揮交通 並設3支臨時交通燈 有維修工人亦在場進行搶收 現時大部份的水暫時已退去 但馬路仍然留下大量的沙石和積水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若然各位荃灣區的網友或開車的老友機 經過這位置小心點 一定是黃泥水和沙石 另外亦談談內地的怪物 內地的怪物甚麼都有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交錶帶是否能吃的 有個奇怪的男子 放入口大口咬 網民看到眼睛 好像很滋味 報導的內文看到 買智能手錶是否可以試吃的 店舖展示的智能手錶 看來令人垂然三尺 食指大動 有一個下巴戴著口罩的男子 竟然急不及待 即場開餐 懷疑津津有味地 吃下一節的交錶帶 好眼力的網友更發現一個重點 就說另一隻手都拿著另一隻錶 估計有可能吃完黑色的錶 再吃白色的錶 這個奇怪的男子開餐吃錶帶 不但夜來露人頭下 鑽目禮 還遭到拍過正著 長約7秒的短片幾乎被人正面拍下 並以等我試真點為題上載到FB 動漫IQ博士中的經典角色小吉 甚麼都吃 片中所見是真人版的小吉 也可以說是不枉多樣 就位於估計內地的商場店舖 拿起一隻黑色的智能手錶 看完一會後就立即放入口來咬 以上來直星島日報的報導 怪物就天天有 內地的怪物特別怪 對的 這個男人走經內地商場的蘋果店 結果看到門口有些智能手錶 一看到就立即拿一隻咬一下 為何拍得低呢 估計是咬完一隻有一隻 旁邊的人嚇到 於是拍下這個過程 另外說起怪物 內地的另一單怪物也是熱議當中 根據星島日報另一則報導 有個小牌開車失事 衝入火鍋店 馬上連人帶椅撞飛 湯底兜頭淋 報導的內文提到 網上流傳一段充滿張力 驚險到好像電影情節的私家車撞入火鍋店的天眼片段 其中一名男食客連人帶梳化撞飛 被火辣的湯底兜頭淋 觸目驚心 片中可見近窗口位有三台客就坐 兩台已經開餐 另一台坐在梳化上的男子正在準備用餐 司英正在上菜 在這個時間 色客們似乎聽到怪聲 紛紛向窗外網 黑色私家車在下一秒突然 直接撞破玻璃 衝入店內 據色攝氏的司機 是新牌子 拿牌只不過約會半年左右 坐梳化的男食客首當其衝 連人帶椅還飛 期間還被剪起的火鍋湯底兜頭淋 現場揚起白煙和灰塵 坐在店舖後排的食客亦紛紛走避急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估計事件發生在內地 認真怪民一單怪鬼一單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